我妈奉行狼性教育 在她的棍棒交加下 我五岁读小学 十八岁拿到菲尔兹奖 面对众人恭维 我妈大喜过望 夸我是她最得意的珍宝 获奖那天 电视台采访我妈 众目睽睽之下 我拿出了袖子里的刀 一刀一刀 扎到她的肚子上 妈妈呀 你的愿望完成了 现在该轮到我实现愿望了 今天是我妈荣誉加深的日子 记者们蜂拥而至 把我妈堵在最高学府的门口 争先恐后地问她 怎么教育出的十八岁天才少女 我妈妆容精致 身着旗袍 在镜头前摆出最完美的姿态 整个人看上去落落大方 我在人群中迎着周围人艳羡的目光 预备观看她接下来的表演 教育这事呢 全看家长 他爸和我离婚早 我对蒋盛南一直秉持狼性教育的方式 他三岁起就一直挨我的打 书读得好要打 读不好要加倍打 你们可能说我心狠 但蒋盛南三岁会被签字文 十三岁就能考上最高学府 十八岁拿到菲尔兹奖 这不恰好正名乐不打不成器 谁说女子不如男 只要我们当家长的管教的好 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场的高知分子们有些犹豫 记者们却捧场地鼓起了掌 他们说若不是教育得当 凭我只是正常人的智商 怎么可能十八岁就拿到国际大奖 我对他们的讨论不置可否 只专心看着我妈 这笑容真是自信啊 不知道一会儿 你还会不会这么高兴呢 记者们采访的差不多了 转而把我推到我妈身前 让我们的小天才和妈妈说几句话吧 你的梦想就是考上最高学府吗 我激动地握起了书包里的刀 从小到大我只有一个梦想 我想要他死 审讯室里的灯光打在我的脸上 没有惶恐无措 而是十年来心中唯一的宁静 我妈一定没想到 本该在展厅发表获奖感言的我 此刻坐在审讯室里 而为了接受采访 减肥二十斤的他 却即将变成一个骨灰盒的重量 面前站着一个中年男人 正一脸厌恶地看着我 像这种高智商罪犯罪难办 连亲生母亲都吓得去手 真是个怪物 一旁的年轻警员拍了他一下 方才晋升 你母亲是情话物中毒死亡的 你在他接受采访发病时 拿刀捅了他 对吗 我点头 是 我把他治疗头疼的胶囊 换成了情话物胶囊 采访前他吃了下去 我杀了三个人 他是第三个 中年警察猛地一拍桌子 起身怒喝 他是生你养你的母亲 对你有天大的恩情 你为什么要杀了他 其他两人又是谁 年轻警员皱了眉 和止住中年警察 注意纪律 随后翻了翻手中的资料 复杂地看着我 你说你一共杀了三人 前两人是谁 不急 先说说我妈吧 我深吸一口气 放松地靠在椅子上 这是说来话长 一切都要从我三岁那年说起 我还记得那是个春节 我堪堪三岁 他带我去菜场买虾 二十块钱三十五只 我一眼就看出来 那盘虾只有三十三只 我伸出小手 在摊位上又抓走两只 放进口袋 无紧 老板开玩笑说 你们家孩子是不是与人在世 说着无意 听者有心 我妈回去又倒了一盒火柴 问我有几根 我扫一眼就马上爆出了一个数字 他的眼睛骤然发出光亮 接连试了几次 难难道 蒋圣南这个丫头骗子 竟然是个天才 他说 蒋圣南 为了生你 我没了半条命 你可要乖乖听话 妈这辈子就指着你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人的人生 要指望着别人 三岁别人在外面肆意玩耍 我在家被迫学起了签字文 我贪玩 大哭着耍赖不想学 我妈就用绳子把我的头发绑在了书桌顶的扶手上 我一困 她就打我的腿 她说 这叫悬梁刺骨 是古人留下来的大智慧 第二天 我的腿青子一片 头发也被薅掉了不少 我颤抖着和我妈求饶 她露出胜利的微笑 我都是为了你好 长大你就明白了 况且要不是怀的是女孩 你爸怎么可能离开我 和那个贱女人在一起 蒋圣南 你必须给我争口气 她笑容灿烂 我却怕得要命 我妈拉着我去里屋 我死死抱着门不松手 她一脚踹到我身上 剧烈的疼痛 蔓延到全身 我像一条死狗一样 被我妈拖着进了书房 昨晚学的还认识吗 我哆哆嗦嗦地点头 又摇头 她不耐烦地指着一个字问我 恶狠狠道 认错一个字一巴掌 五十个字 我认错了五个 挨了五巴掌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都开始帮你外婆捡骨子了 好吃好喝公折你 认几个字都认不全 外面捡垃圾的 给她吃饱穿暖 都比你学得快 语气不屑 贴下我就去了客厅 我抱着签字文 在书房等了好久 也没等到妈妈回来 帮我处理脸上的伤 向往母爱的天性 使我流着泪认完 剩下几个字 立刻出去找妈妈 她正在厨房忙碌 见我出来冷眼道 认会了吗 见我点头 她才缓和了表情 盛南 别怪妈狠心 欲不拙不成气 当初你外公 要是肯多打我几次 保不齐 我早就当上科学家 住上大别墅了 我妈端出来 一碗夹了蛋的面 我饿了半天 头晕眼花 顾不得其他 端起来 就混着眼泪吃 一边吃 一边觉得妈妈 是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 后来我才明白 打个巴掌 给个甜枣 是惯用的训狗手段 五岁那年 我刚上小学 我妈花了大把的钱 把我送进了 最好的双鱼小学 入学测试时 我就展现了 和其他小朋友 不同的能力 老师们惊喜地争香 要我加入自己的班级 我妈予有荣烟 高高地扬起头颅 像一只骄傲的天鹅 她牵着我的手回家 给我做了糖醋排骨 我们家盛南是个小天才 真给妈妈长脸 你爸要是知道自己 丢了什么宝 还不得把肠子毁清了 盛南 你今天很棒 老师们都夸你 妈妈为你骄傲 我妈注视着我 眼里是从没有过的 狂热喜爱 我耳朵热热的 生出一股劲来 点头保证 自己以后会努力的 年幼的我第一次 体会到了天才的好处 母亲的爱 只可惜 这份爱是有条件的 而有些东西 不是我努力就能达到的 老师们欣赏 我在语文和数学上的天赋 把我送进了最好的国际班 却忘了 我根本没学过英语这件事 我甚至听不懂老师讲的课 那天晚上 我妈沉了脸拿起棍子 命令我 逼我把英语当成自己的母语 在家说一句中文就要抽拾棍子 半夜我起夜 开门时 我妈阴森森地站在门口 我不小心喊了她一句妈 我妈脸色一变 凌晨三点 拿出棍子抽了我十棍 抽完得意洋洋地 发微信炫耀 我就知道 这死丫头迷迷糊糊地记不住 故意半夜站在她门口 果然挨了打吧 哈哈 背上的伤刺痛着我的神经 母亲还在那边抱怨 不让孩子长点记性 她不会懂我做妈的苦心 还不都是为了她好 她那个死鬼爹 嫌弃她是个女儿 跟人跑了 我倒要让她看看 女儿也能让我培养成才 孩子也不可能让她见 我为孩子付出这么多 她难道想坐享其成 我早就告诉蒋盛南了 她这辈子没有爸 我为了生她 切了子宫 再也不能生孩子 她怎么不能为我想想 我心里涌起一股暴躁的情绪 理智和狂躁在我心中交替 我想发现心中的躁遇 比如抓一只小猫 像妈妈对我那样对她 但一方面 我又觉得她说的没错 无论如何 她是爱我的 做这一切 只是为了我好 我甚至有些自责 我怎么能这么想爱我的母亲呢 你自己都觉得你妈妈虽然行为偏激 但你确实取得斐然成就 也是受益者 为什么还要杀她 还是说 你本来就渴望杀人 只是选择这一天万众瞩目的时刻 可以满足你内心的自大和表现欲 另一个老警察按下了激动的警察 唱起了白脸 你这些年一直遭受母亲的暴力 不容易 那你爸爸没管管你 他的话指向性很明显 或许这也是他们审讯的一种手段 但我不在意 我瞟了他一眼 端起桌上的热水喝了一口 你太急躁了 这点和我妈有点像 如果你一定要问的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想做就做了 不等他回复 我接着说 事情的转折就发生在我十一岁那年 原本在我妈所谓的狼性教育鞭策下 我的成绩稳步在年级第一 回想自己这些年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 我的负面情绪 应该只是矫情作祟 母亲强烈的控制欲和狼性教育方式 让我窒息 但我也确实享受着这一切带来的红利 我接连跳级上了高中 班上同学起哄说 我是天才少女 长得漂亮成绩好 但性格孤僻 不合群 我没办法融入同龄人 我内心的破坏欲 时常叫嚣着让我毁掉一切 取她的第一名和天才的头衔 我总有一天会疯掉 只是按部就班地走向这个归宿罢了 但一个女孩的出现拯救了我 宋茵茵 她爽朗大方 只用一个笑容一份早餐 就收买了我 那天我恰好因为没烤满分 被我妈取消了吃早饭的资格 我们成了好闺蜜 她会和我一起聊八卦 一起在下课时去操场走走 校园漫步 风也很温柔 我感到体内暴虐的想法逐渐被抚平 甚至看到路边的小猫 也能笑着看宋茵茵动弄他们 原本我们可以好好做朋友 可是那天 她暗恋的人给我送了情书 表白了 周寻找上我的时候 我忙着刷题 宋茵茵暗恋周寻 不是什么私密事 我和宋茵茵是好朋友 也不是什么秘密 她以什么心态找上的我 我不关心 也不接受 如果真的对我有感情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考虑 就拿着情书出现 手里的情书并不烫手 我接到手 就扔到了垃圾桶里 我对你没兴趣 以后不要接近我 也不要接近宋茵茵 周寻的脸色黑如探底 转身离开了 我一如既往的和宋茵茵一起放学 那天的她似乎有什么心事 总是欲言又止 我问了几遍 她不愿说 只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当我回到家后 母亲却疯了一样 抢过我的书包 从里面掏出那封本 应该躺在垃圾桶里的情书 我诧异地看着情书 平日里有洁癖的我 根本不会让别人碰到我的书包 只有一个人例外 但我不愿相信 你还有没有羞耻心 我让你去读书 你去勾引男人 蒋圣男 你对得起我吗 我妈死死地盯着我 一边骂我贱人 不要脸的东西 一边扑上来撕掉我的衣服 我死死护住最后的遮羞布 棍子如雨般落在我的身上 疼 实在太疼了 我尖叫着挣扎 我妈按住我的手腕 恍惚间 我不再挣扎 她却没有停止暴行 甚至举起了手机 记录下眼前的一幕 我躺在地上 一两滴泪珠落在地板上 我不断告诉自己 母亲是爱我的 她做法激进 心里却只盼我成龙成凤 我强压住内心的某种渴望 再忍忍 等到我完成了她的期望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此日 我上学路上遇见了宋音音 她什么也没说 打量了我一番 昨夜的青子痕迹还在身上 她看完 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跑了 我想心底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不管缘由如何 我最好的朋友背叛了我 路边一只小猫喵喵叫 我捡起石头 砸向了她旁边的地面 小猫窜进草丛 消失不见 在学校 我远远瞧见人群中的女人 是我妈 她一路走过去 举起手机喋喋不休地 讲述我的经历 在她口中 我是失足的少女 是陨落的天才 周寻是毁了天才之路的罪魁祸首 周围 同学的目光 指指点点 我面无表情站在她的身边 听她讲述我们孤儿寡母 有多不容易 她一个人 待我有多难 我妈守在校门口 周寻远远地走过来 看到我的一瞬间 她眼神闪躲 没等她说些什么 我妈已经一耳光 扇在她脸上 就是你这个小流氓 勾引蒋胜男对吧 她的前途 你负担得起吗 蒋胜男以后 要上好学校 出人头地的 你他妈 就是极度她学习好吧 不要脸的东西 我今天 一定要好好教训你 这件事的结局 就是周寻退学了 在我妈的大吵大闹下 周寻给我弟情书的事情 全校皆知 她没脸在学校待下去 因此转了学 你再说谎 年轻警察斩钉截铁道 学校说周寻转了学 但她其实是落水自杀了 周家的人搬走 学校怕动摇人心 对外谎称是转学 奇怪的是 宋茵茵也自杀了 好吧 是我杀了周寻 但宋茵茵的确是自杀 这里要提到一个从没出现的人 我爸 我从没想过 再次遇到我爸是这样的场景 我妈气势汹汹地走在前面 后面拽着满身伤痕的我 我爸苍老的背影就这样出现在路边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这个中年男人看上去 过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他的黑发中混了些许白丝 手不断地搓动 显然有什么话要说 哟 哪门子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妈尖酸刻薄的话 喷涌而出 他拉住我 一脸戒备地盯着面前的男人 但我却注意到他远远瞧见时 身体僵硬了片刻 不经意地捋顺了自己衣服的褶皱 我来看看你们 小丽他给我生了个儿子 今年三岁了 我想接盛南过去 让他们姐俩认识认识 往后相互也有个照应 我妈像是点燃的炮炸 一下就炸了 儿子 你居然有儿子 很快他平静下来 冷笑道 不是你的肿吧 结婚那么多年我才怀上 建议你去医院查查 我爸脸色铁青 强忍着心中怒意 你瞎说什么 我这次来 就是要接盛南去住几天 和你没关系 说着就要拉我的手 我妈把我死死户在身后 想要我的女儿 没门 你让她自己说 愿不愿意和你走 我爸期待地看着我 在她的目光下 我缓缓地摇了头 我妈得意地看着她 那眼神中带了一丝怜悯 别拿什么儿子来骗我 你不就是想把我教育出来的天才抢走 我告诉你 打离婚那天起 盛南以后的荣誉只能给我 你不会作为她的父亲出现在任何场合 疯子 你真是个疯子 她志得一满 像斗胜了的公鸡 回家时还在哼曲 可当她接了电话 就没有这么高兴了 因为我爸没有骗她 她当真生了儿子 我妈崩溃了 她拿着棍子打我 又哭又笑 那棍子落到我身上 仿佛已经感受不到疼痛 可她的话却深深地扎在了我心底 撕去了表面那一层母爱的伪装 都怪你 要不是你 我怎么可能到现在这个地步 什么都比不过 你怎么这么废物 蒋盛南 我后毁生了你 盛南 妈妈只有你了 你一定要争气 要比过他生的那个小畜生 往后你上了大学 妈妈就搬到你附近住 陪你读书 再给你找个有钱人嫁了 让她看看 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有多完美 从前年纪小 很多是懵懵懂懂 不甚明白 但亲耳听到自己的妈妈 给自己规划的一声 用来比过他前夫的孩子 这种茫然十分真实 我好像懂了 为什么我经历的比别人多 为什么我的妈妈 一边折磨我 一边说她爱我 一切都只因为 我在她眼中 是能够赢得前夫的利人 婚姻不如意 但靠孩子 让前夫后悔 也非不可能 我妈所幻想的 是她的前夫跪在地上 冲着我们俩 摇尾起连的场景 但我所想象的 是一个母亲 对孩子真切的爱 可惜 不过是奢望 或许 乌漏偏逢连夜雨 麻绳偏挑戏 除断 我妈对周寻的逼迫 最终报应 到了我的身上 周寻带着她的叔叔 一个魂不吝 两人把我堵在了 阴暗的小巷子里 施暴 男人粗重的喘息 落在我的耳畔 颈侧 恶心的如湿 落在我裸露的皮肤上 激烈的动作 引起我生理性的干呕 我的身体 好像被撕裂成了两半 一半白 一半黑 那种痛 是我被母亲打了无数次 都没有感受过的绝望 和极致的恨 几乎要撕碎 我心中竖起的高墙 冲破我心中的瘦笼 结束后 周寻叔叔笑了 以前总觉得丫头骗子 差了点味 不过这丫头够烈 还算有滋味 周寻一边提裤子 一边冷脆了一口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你搞我 我有一百种办法搞你 我拖着残破的身体起来 拾起一旁的石头 狠狠砸向周寻 他往左一闪 避开了 他厌恶地看着我 这就是我们的天才少女啊 要不要看看你自己 现在这副剑样 今天的试感说出去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重温美梦 说完 他们便离开了 地上的校服 被撕成一条条碎布 无人知道阴暗的小巷里 发生了什么 后来 一个拾荒的阿婆走了进来 她给我留了一件就衣服 就消失了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回的家 只觉得那条路很远 迟迟看不到记忆中的那扇门 又觉得这条路很近 恍惚间我妈就打开了门 她看见我的一瞬间 脸色一变 把我拽进了屋 怎么回事 报警 我艰难地吐出两个字 等我彻底醒来时 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换掉了 撕裂感逐渐消退 应当是上了药 我妈听见声音 在门口远远地看着我 谁干的 周巡 和她叔叔 我妈听完 怒气冲冲地出了门 期间嘱咐我好好在家待着 一定不要一个人出去 以免有人把我带走 我心中涌出一股暖流 仿佛有个即将熄灭的火苗 重新燃烧了起来 妈妈是爱我的 不然她怎么会帮我清理身体 而不是像平时那样 对我高声咒骂 她又怎会愿意去为我讨回公道 我只需要安心等在家里 或许一会儿警察会上门来露口供 这段时间 我应该组织一下语言 让他们相信 我这个十一岁女孩所说的话 都是真的 可这样就需要我回忆刚才的经历 那是一场噩梦 我痛苦 憎恨 甚至厌恶自己 但我得为了努力奔波的母亲想想 让警察相信我们 我强迫自己去回忆 去想起那段耻辱的经历 汗水从手中流下 我把头埋在被子里乌液出声 我妈满脸洗色的推门时 我的指甲已经把手掌抠得鲜血淋漓 我努力扬起一个笑容 妈 什么时候需要我去露口供 我妈被我问得一愣 她目光躲闪了下 继续脱脚上的鞋子 我去周家问了 周巡和她叔叔去游乐园了 没有对你做那种事 听我的 你没有被欺负 哪个天才少女能有这种污点 传出去你和我都不要活了 这几天不准出去 告诉你 老老实实学习 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她狠狠白了我一眼 我注意到她手中拎了一只包 而这只包在她出去时还没有 我一把抢过 但力气不够 包掉在地上 里面的东西洒了一地 事前 我妈眼神闪躲 嘴里不饶人 看什么看 你以为过日子不要钱的吗 这周家给了三万块 够我们吃多少天 柴米油盐 哪里不是花销 你倒好 低头装看不见 有了这笔钱 我再给你报个好点的辅导班 到时候你的成绩更好 冲个省状元也不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次要的 以后你赚了钱做个手术 别人也不知道这档子事 听到这个数字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三万块卖女儿 亏我还以为我妈对我至少有那么少许的爱意 秋日狂风呼啸 天一半情一半音 正如世界的黑白难以界定 我知道我妈不会报警 只好悄悄地寻找那条带血的内裤 我暗自在屋里寻找 我妈在厕所哼着去 她心情好的时候就会哼去 但我听了莫名烦躁 都没有 我装作不经意地在客厅寻找 路过厕所时看见我妈的动作 她在洗那条带血的内裤 我抢过它 上面干干净净 还留着没冲掉的泡沫 我妈抬手给了我一巴掌 你不在屋子里学习 跑到这来做什么 成绩下降看我不打死你 我心中的火苗彻底熄灭了 或者说在她拿者前推开门时就熄灭了 我失去了重要的证据 夜夜被噩梦惊醒 梦里周寻和她叔叔的嘴脸清晰可见 每每使我辗转反侧 夜不能寐 我妈给我请了一周的假 眼珠子几乎粘在我的身上 做饭时也要喊一声 确定我在不在家 她提心吊胆后 却发现我一直在书房看书 当她不厌其烦地推开我的门时 我忍不住了 这样会影响我学习 我妈有些费解 我知道她想问什么 但我没兴趣回答她 书读的脑子都不灵光了 她嘟囔着关门 也渐渐放下心中的戒备 我提出去上学时 她抿着嘴角 讲圣男 过去的就过去了 你是学生 这个年纪除了读书 什么都不要想 等你进入社会 自然知道 我的决定是最合适的 我终于回到了学校 见到了我午夜梦回时的脸 早上好啊 蒋同学 周寻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了我面前 他脚上的黑金色运动鞋 和那天穿的一样 我的灵魂几乎被撕扯回那条阴暗的小巷 一双手死死的钻紧 我强迫自己抬起头 放慢了呼吸 正如这段时间练习的那样 嗯 周寻笑了 但他不知道 仅仅是这一个阴节 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 我重新回归了校园生活 唯一不同的 是每日悄无声息地跟在周寻身后 一周五天 有两天是周寻的叔叔来接他放学 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很好 像父亲和儿子一般 他时不时会给周寻带点小礼物 小礼石 我每次放学路过时 会不经意地瞟他一眼 开始周寻的叔叔轻蔑地看回来 逐渐他的表情变得饶有趣味 我几乎怀疑他看穿了我的本质 一个月后 周寻的叔叔来接他放学的频率 变成了一周五天 他在校门口堵住我的那次 我知道 自己成功了 周寻的叔叔 让司机送周寻回家 他自己等车离开后 走到了我面前 你很有意思 叫什么 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 怎么 想我了 我懵懂地眨着眼睛 没有说话 不恨我了 小姑娘 你也别惹我 要不是你搞了我们家的独苗苗 我也不会帮小寻出这口恶气找到你 我劝你老老实实地 好好读书 等以后大了 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我摇了摇头 我不想看你 但忍不住 后来 他把我带去了咖啡厅 咖啡很苦 入口急皱了眉头 周寻叔叔笑了 我抬头 眼里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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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什么 笑你们这些小孩不懂欣赏 阿巡也是 觉得苦 不爱喝 但有些事 可比咖啡苦多了 他一由所指 我默不作声 低头注视他手上的咖啡杯 他说 周家有办法让我和我妈闭嘴 拿了钱就该办事 他警告我不要再接近周巡 离他们的生活远点 他表情严肃认真 一副为侄子着想的好叔叔模样 我终于忍不住 趴在桌子上大哭出声 周围客人的目光不住的扫向这边 有好奇 有探究 周巡叔叔惊慌失措 也怕我大庭广众之下 说出些什么话 半是搀扶半是要挟的 带着我进了他的车 你哭什么哭 赶紧下车滚回家 我告诉你啊 你妈可收了我的钱了 这事儿已经了了 周巡叔叔把我塞进他的副架 我一边流泪 一边抓着他的手腕 周巡的叔叔大概三十岁 上身穿着白衬衫 被我扯掉了一颗袖扣 他没再要求我下车 我的灵魂和躯体仿佛已经分开 白色的灵魂沾染了水墨 像宣纸上随意滴洒的一滴墨汁 逐渐晕染了整张纸 我死死攥着手里的东西 内心的躁遇几乎压制不住 后来他开车把我送到了小区楼下 我独自背着书包回家 抚平衣服的褶皱 我感到头脑愈发清明 在我短暂的人生中少有这种时刻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背书和学习 血液在我身体里沸腾 叫嚣着嘶吼着 从前我想 如果我完成了我妈的愿望 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 后面的人生我自己会想做什么呢 我感到茫然 没做过自己主人的机器 是没办法发出指令的 如今我却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杀了他们 杀了他们 那些经历的痛就会消失 曾经的悲鸣无助也有了出口 苦难可以造就一个人 这话说得不错 复仇的火焰在此刻点燃 即使证物被毁掉 你也可以做身体检查 自己报警 法律会给你公道 路有很多种 你偏要选择最偏激的一条 蒋胜难 你这么做 毁的是两个家庭 中年警察眉头紧皱 看我的目光更像是看一个怪物 所以我就活该吗 我平静地看着他 周寻和他叔叔的做法 当然是犯罪 但他说得没错 你选错了路 你不信任家人 同样也不信我们 要知道 你来报警和你动手 会让你的身份直接从受害人变成罪犯 法不容情 年轻警察包容地看着我 将空了的杯子重新到上热水 我拿起杯子 暖了暖冰冷的手 刑法第236条强奸罪规定 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 以强奸论 从众处罚 仅仅是关起来 太便宜他们了 对我来说 十年很长 几乎是我一半人生 但对他们来说 出来后仍然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他们毁了我的一辈子 妄想用十年来赎罪 凭什么呢 但你自己的公道 不就是把身上的遭遇和痛苦再施加给别人 年轻警察不赞同我的看法 一阵交锋后 审讯事中一片寂静 那天回家 我妈又在和亲戚打电话 嘴里骂骂咧咧 生了儿子能怎么样啊 还不是个笨蛋 以后要给盛南打工的 这两年高考 我得抓紧他成绩 考个好大学才有盼头 他总提要盛南和那个小崽子见面 估计是知道盛南以后有出息 给他那个儿子找后路呢 我妈说得认真 听见我的关门声才撂下电话 我进门后静止回了房间 一如往常一样 刷题 看书 这期间和周寻叔叔单独见了几次 他似乎对我越发感兴趣 花在我身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甚至斟酌着送我一些高中生会喜欢的小文具 我无声地拒绝了他 并且后来再也没和他对视过 放学后我走着往常回家的路 一只胳膊挡住了我 把我扯到了咖啡厅 看到他出现的那瞬 我笑了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 仿佛整个心脏要从胸腔中跳动出来 善恶黑白一念之间 明知道眼前是深渊 我却不得不向前 怎么不见我 他轻笑一声 似乎在逗弄一只宠物 可惜 我不是他的宠物 他却要变成我的宠物了 你的好侄子可能没告诉你 虽然我们是同学 但我才十一岁 不过是个子高了点 那条沾血的内裤被我妈洗了 但我有了新的证据 每次我都把衣服留了下来 上面粘满了你的指纹 和一些别的东西 你当真以为自己做得干净 警察什么都查不到吗 强奸幼女是什么罪你知道吧 或许没成年的周寻不是特别担心 但你怎么办呢 周寻叔叔意识到我没有同他开玩笑 这很好 毕竟从失眠的那天起 我就发觉 他们书职已经成了我心中的结 怎么解开这个结 我在一个个失眠的夜去寻找答案 你想怎么样 至少要给出点诚意吧 一周后周寻的死讯就传了出来 但这不够 无论白天背了多少书 到了晚上 我仍旧会被噩梦惊醒 于是周寻葬礼那天 我去了 穿着校服 正如那日一般 他妈妈哭得很伤心 一旁的中年男人老泪纵横 柔声安慰 唯有周寻叔叔 颓丧地垂下了头 看不清神色 我只有这一个儿子 他还那么小 那么年轻 说实话 看着周寻妈妈这么难过 我有些羡慕 周寻死了 还有他的父母为他难过 既挂着他 我活着也没人念着我 死后更不会 葬礼结束后 大家纷纷离开 唯有周寻的母亲 红着眼眶跪在那里 虽然有些怜悯他 但我还是选择出现在了他身前 他的儿子并不无辜 他也该帮他赎罪 我穿着校服 正如那天巷子里一样 他看到我的瞬间愣了神 接着满是惊恐和防备 心中怜悯全无 我明白 他知道 我告诉他 我是喜欢周寻的 只是我不想影响学习 我妈很在乎我的成绩 周寻曲解了我的意思 才做出了那样的事 我不怪他 他知道这件事后 和我道了歉 并约好上了大学后 就好好的在一起 没想到我再也等不到他上大学了 那天他叔叔找到我 质问我多大年龄 我很怕 他怒气冲冲的说要去找周寻 阿姨 是不是我害了周寻 我泪眼朦胧的看着他 周寻妈妈愣了下 他一步步从地上站了起来 摸了摸我的头 男男道 不 不是你 是我 小寻拿过游泳比赛的冠军 怎么可能轻易溺水 那天他们叔侄俩相约去河边游泳 我也没想太多 他说着捂住了脸 悲愤交加地大声叫喊 是我害了他 是我 我不该让他去 我后退了几步 仔细端向着他的脸 想从上面寻找几分 母亲爱我的影子 最终叹了口气 他停止了哭泣 说了句好孩子 是我们对不起你 然后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蒋胜南 不幸地遭遇 不是犯罪的理由 中年警察如此道 我没什么反应 他们活着只会给我带来无尽的痛苦 唯有如此 我才能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结局 周寻的母亲痛失爱子 疯癫不止 半夜拿者刀砍死了周寻叔叔和爸爸后跳楼了 年轻警察轻声念者手上的资料 时不时瞟过来的眼神 却带着怜悯 可怜吗 我不觉得自己可怜 我只是走向了本该属于我的 从开始就注定好的结局 出生起 母亲本就是不想要我的 奈何子宫已经切掉 他无法再生儿子 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周寻一家出了事后 大家对他们的遭遇闭口不谈 那洞楼的人也渐渐搬离 周寻这个名字我已经很久没听过了 之后的两年 我梦到过那条阴暗的小巷 却再没了周寻叔侄的脸 我妈仍然像从前那样要求我获得第一名 披霜和蜜件混合味到我的嘴里 我当然能安心读书 并且很有动力 我妈想要的东西 我当然要亲手交到她手中 让她高兴的是 我爸过得可远没有她好 她的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 从小变病样样的 连健康都无法保证的小男孩 更别提如何教育 我爸和他的妻子 每天为了治病奔波发愁 我妈时不时的就要打听下他们的情况 一边听一边笑 往往她打完电话就会过来找我 不厌其烦地警告我 一定要拿到第一名 如果我十三岁就考上了大学 一定会出名 最好给她拿个国际大奖回来 出名两个字成了她的执念 我出名 她就出名 我的成就归结于她的悉心栽培 她很满意这一点 我却不在乎了 在她身上 我最渴望的东西早就留在了那个袋子里 不被爱的人是不会再期待的 高考结束了 我刚出考场 我妈焦急地在校门口打转 眼里闪烁着兴奋 问我有没有把握 我点点头 成绩出来时 我的分数惊人的高 一夜之间 天才少女火爆全网 我妈高兴地要命 一个假期都在和亲戚们炫耀 仅仅是升学宴就摆了三次 能想到的人都被她找来 包括我爸 她得意地在台上发表自己的教育心得 这些年待我的不容易 甚至学会了在网上发表视频 建立账号 但这些还不够 她最期待的 还是我拿到菲尔兹奖 接受采访的那刻 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 给她一次表演的机会 如她所愿 我拿到了 那天早上 她起得很早 本子上的台词背了很多遍 幻想自己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模样 提到这些 她的眼睛都会惊人的亮 可她不知道 她还没起床 天蒙蒙亮时 我就找到了她的头疼药 她有头疼的毛病 每天早上都要吃磕药 一个月前 我劝她把片状药换成胶囊 这样吃下去不会苦 那天早上 我用精心准备的情化物胶囊 替换掉了她 那你为什么还要拿刀捅她 中年警察不解这一点 大概是 不想让她高兴吧 她为了这一时刻准备了太久 但这种教育 宣扬出去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也可以理解为我在做好事 我微笑着道 案件的结果要等待取证和法庭的判决 如果你还有未来 希望你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年轻警察轻声道 我摇了摇头 没有未来了 上车前 我吃了磕一样的胶囊 我妈死了 周寻叔侄也死了 可他们始终没有闭上钉在我身上的眼睛 妈妈翻外 我叫蒋力 和陈军恋爱了一年就结婚了 结婚时 我很幸福 爸妈走得早 一个人太累 我一直想要个家 直到我生了圣男 那天出了产房 陈军和他妈很不高兴 他们说 女孩是贱命 不值钱 生他时 我失去了子宫 不能再生育 陈军因此要和我离婚 甚至月子里 他连下家都找好了 我和陈军离婚后 一个人带圣男 看着他的小脸 我净生不出喜欢 只觉得烦躁 压抑 他一哭 我更加焦虑 圣男三岁时 我发现了他的天赋 更惊喜于 我可以证明 我生的女儿 比他们的儿子强 我的女儿 是个天才 欲不拙不成器 我作为他的妈妈 当然要给他最好的教育 瞧 他那个不作为的爹 都想和我抢女儿 还不是我教得好 圣男足够优秀 女儿在我的棍棒教育下 逐渐长大 像一朵绽放在花园里的花 可这朵花 被周寻玷污了 开始我是愤怒的 但我们太穷了 针操是没用的东西 这笔钱可以让家里过得好些 何乐而不为呢 只要结果是好的 圣男依旧会拥有璀璨的未来 那天起 我发现圣男看我的眼神变了 我惶恐了一瞬 但很快镇定下来 我是为了他好 他会明白的 不论如何 我都是他的妈妈 他只能听我的话 后来周寻全家遭了殃 这就是做坏事的报应 圣男开始像从前一样努力 我很满意 可我没想到 他是演给我看的 他拿着刀冲过来时 眼睛里不仅没有爱 甚至 我看到了兴奋和恨 我真的做错了吗 不 我没有 那为什么遭报应的人不是他们 反而是我 而我的女儿 在人生中最荣耀的一天 选择了毁掉了我 也毁掉了自己 这孩子为什么要干这种傻事 明明马上 我们母女俩就熬出头了呀 如果当初生的是个儿子 就不会有这一天了 命运始终是站在别人那边的 希望来生 我们不要再做母女了 谢谢 casos 爱哀 當初生 请quel 往后 来 associated 最后 感动 好了 一起